今日6月16日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 集市团法人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出动十余名志工 前往安南区搬运民众热心捐赠的按手家具 并将这些按手家具在直观田区的专业仓库存放 在修商服务过程中 随时口序弱势家庭的需求送送合适的家具 替弱势家庭节省购买家具的费用 也减少费气物 雅机变黄金 黄金变安心 日以紧凭水工会志工也至官庙区修商户 进行打逼拖宽两个门作业工程 共同时黄伟哲市长建立的希望家园团境有序 劳工局长黄兴基表明 好 我现在来到我们安南区的北安路 实际上今天是我们志工伙伴 来回收我们爱心的伙伴的部分 建筑他的假计的部分 所以常常伟哲市长 我们建过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二手家具的仓库 所以伟哲市长是说他把垃圾变黄金 把黄金又变成爱心来兼给这样的弱势负的部分 我很感恩这些长年来这几年来 我们监住我们二手家具的伙伴们 因为有你们的这样的监制之后 我们把他这样二手家具重新再把它整修完了 那能够变成也可以说是前新的监证 那能够变成也可以说是前新的监证这个案子 每次案子静到这个osten房伙伴们 那么充 Internal's 都很高兴 因为 strony子扬冰城 buks 因为整经λά 弄好了之后 它又有完整的佳祭来使用的部分 很感恩每一位的付出 当然我这边 他们等一下装车晚的会到农田二手佳祭 那等待我们的木工又把它整修 那我们油漆工会把它混刷 那我们志工伙伴 我们又把它包模待用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等一下我这边晚的又会到观庙 因为观庙今天同时我们有泥水工会 去做我们内部里面 因为我们要改装装房的时候 本来那个门太小了 我们门必须要把它打大一点 因为这是毒机老人 他必须要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所以再次代表韦哲市长 我们的志工伙伴都利用假日 来完成这些肉食物 需要服务的机制环境改善的部分 尤其我们昨天也刚才 拜托我们美小师 来分享这种人的爱 这种人的爱是我们台南最美的风景 所以我们这个爱心展开之后 能够落实韦哲市长的希望家园 再次代表韦哲市长 感谢我们这些志工伙伴 感恩 二手家具仓库是韦哲市长上任后 协调环保局 将官田区龙田路桥下清洁对闲置的休息室 办公室改造而成 韦哲市长也没和南宝树制化学工厂 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麻豆新楼医院 柳营区农会 今日通国际开发有限公司 三龙齿轮股份有限公司 桶上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大易交通工业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其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捐赠大批二手家具 包含床架 床垫 衣橱 桌椅 柜子等 收来的二手家具 劳工局做工行善团 会先安排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志工 进行修复或改造 台南市油漆工程业职业工会志工 将家具上期最后 由社团法人 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志工 包模整理 这些原本要丢弃的二手家具 经由志工们打理一番后 焕然一新 兼顾美冠宇实用 劳动部长许明川于112年12月 也曾到仓库探班 非常肯定若是家庭房屋修缮 加值服务赠送家具的机制 王兴基局长表示 劳工局做工行善团 若是家庭房屋修缮服务多年 深获各界支持与认同 团队运用伟哲市长的大水库理论 集结各界捐赠的修缮材料费 二手家具 爱心物资等资源 并妥善运用 让服务更完善 感谢今天出勤的志工伙伴 利用假日搬运二手家具 今天的家庭志工 有劳工志愿服务协会的 李俊平 陈美华夫妻档 也感谢安南区李小姐捐赠床头柜 衣橱 床板 梳妆台等耐用的实木家具 将来获赠的弱势家庭 一定非常开心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美华夫妻档 福 永 辉